各位观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看我们的新闻频道 今天的新闻报道以下的内容 腰椎肩盘是身体负荷最重的部分 随着年龄的增大或腰椎的剧烈和或过度运动 可引起随和纤维环的变性 最后导致纤维环破裂 随和组织突出 刺激或压迫神经根 从而产生一系列症状和体征 医学上称腰椎肩盘突出症 木瓜食言是对付腰突 做骨神经痛的一把好手 腰部疼了 全身轻松腰椎肩盘突出常见症状 1.重度突出 伴有明显的腰痛 躺着休息仍然腿部抽筋剧痛 辗转不能入睡 腿脚持续麻木 经一晚休息后疼痛基本无缓解 但腿麻上能消失 2.急重度突出 有明显腰痛 臀腿酸痛明显或者剧痛 休息一夜后反而加重 活动后稍微减轻 活动量稍微大一些继续加重 腿麻持续不消失 或者走动几十米需要停下来休息一下才能继续行走 或者出现某些肢体功能障碍 甚至长期不愈出现骨盆倾斜 腰椎侧弯 长表现为哈腰撬屁股 一不小心被腰椎肩盘突出钉上了怎么办 1.仙人掌加薄荷 具体做法 取仙人掌二块 新鲜薄荷一把 玉米须一把 七七牙一把 辣蛤蟆草一把 将上述物品洗净大火煎煮 每天温服二次 药渣包起来热肤痛处 仙人掌具有清热解毒 活血通落 三玉消肿 见味剧痛 阵壳的功效 而薄荷具有宣散风热 清头雾 透枕 阵痛化育 活血 健脾的作用 两者一同使用可行气活血 散淤通落 消肿止痛的 多用于腰椎病 腰肩盘突出的辅助治疗等 木瓜食盐是对付腰突 做骨神经痛的一把好手 腰部疼了 全身轻松 2.木瓜加食盐 木瓜加食盐 对付腰突 做骨神经痛的一把好手 具体做法 取木瓜10克 食盐10克 加水3000毫升 煮沸后倒入盆中泡双脚 以静木三音胶学为准 内怀上3寸骨下陷处 每次浸泡15-30分钟 令坚持每日清晨用木瓜5克 食盐1克 开水冲泡饮浮 木瓜性温 胃酸 乳肝 皮筋 具有活血 化淤 通落的效果 适用于腰椎肩盘突出患者 温馨提示 上述方法调理效果较慢 长期使用方可见到成效 临床上最常见且见效较快的方法 当属药贴外置 在中原地区口碑不俗的泽和唐贴 精选数十种原产地中药材 经36道工序股方熬制而成 可通过毛孔透气吸收 使药效直达脏腐失调 精气失调的病所 发挥药物硅精和功能效应 疏通经络滋养受损的骨关节组织 解除骨关节内的病痛 据凡 90%以上的腰椎肩盘突出患者 都得到了有效的缓解和治愈 不仅如此 它对半月板损伤 颈椎病 肩周炎 滑膜炎 关节痛等骨科疾病的意犹很好的疗效 木瓜食炎是对付腰突 做骨神经痛的一把好手 腰部疼了 全身轻松此外 对于腰椎肩盘突出患者而言 有些食物是非常有利于病情恢复的 那么帮助腰椎肩盘突出恢复的食疗有哪些呢 1. 山药栗子粥 原料 山药15-30克 栗子50克 大枣24枚 精米10-0克 3. 山药15-30克 做法 栗子去壳后 鱼山药 大枣 精米同煮成粥 山羊腺胃肝平,能补脾胃,易肺肾,尤其适用于脾肾气躯者,但一次不宜多食,否则容易食质,造成消化不良。 木瓜食盐是对付腰秃,做骨神经痛的一把好手,腰部疼了,全身轻松。 2. 枸杞麦芽粥 材料,枸杞子,生麦芽各20克,精米20克。 做法,将枸杞麦芽洗干净,放进锅里,加入洗好的精米,接着适量的清水,用大火烧开。 3. 最后用小火煮成粥,每天早上吃这种粥,对腰秃症患者有良好的康复效果。 开玩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